美味的石斑鱼 好 马上就要来装成碗 来呈现给大家 听自首作鲜味石斑鱼南瓜浓汤 屏东县副县长黄国龙现身购物中心 参与屏东水产品推广活动 现场除了有免费石斑鱼南瓜浓汤试喝 还享受多样又新鲜的屏东水产 副县长与民互动有奖真拿 送出价值千万的中秋大礼包 屏东海米澎湃组 让民众把在地鲜美水产带回家 为了要提升我们养殖鱼类 鱼种的这样的一个品质 所以我们在跟鱼业鼠合作之下 我们有成立了海水供应站 跟整个的养殖生产区 这样的一个共同合作之下 把屏东的优质的水产品提升出来 包含说大家熟知的我们的石斑鱼 包含说我们的龙胆 包含说我们的泰国虾 甚至是说有更多的包含像甲鱼 等等之类的水产品 还有金木鲁鱼等等 都是屏东的这样的一个优质的水产品 屏东县是全台最大的水产养殖大县 年产值高达新台币86亿元 不仅有丰富的水产资源 还有美丽的海岸风光 与多元的农村特色文化 因此特别推出屏东渔村小旅行 将水产与旅游故事串联 让民众可以吃当地玩在地 那同时我们除了增加一些 传统的一些通路之外 一些电商的通路 我们也是积极在开发当中 那事实上我们也有一个平台 是在推广我们所有的农渔续传品 那另外呢 我们也推动这些农村渔村的一些小旅行 来结合产业跟这个地方的一些观光 还有一些农村渔村的文化 从传统市场到连锁卖场及百货通路 再从国内市场打向国际市场 屏东的优质水产品 都有通过产销履历认证 不仅让民众吃得安心 也让国际看见台湾的养殖实力 生活中心综合报导 有些国报 有些国报